赵丽颖农村家庭出身 中车毕业并非表演专业出身 而是选秀节目出身 一直从小牙宽洗剪吹演到了女英号 如今终于事业如日中间 不过出道多年 赵丽颖的衣品却让人不敢恭维 很多人说赵丽颖土 赵丽颖虽然如今是三红小花 但不够时尚 时尚资源也不够好 为什么赵丽颖看起来不时尚 时尚不时尚其实是个客观问题 赵丽颖没有高端代言 的确比不上杨颖 杨颖 赵丽颖之类的 衣品也不像周冬宇 一语穿这样天天被媒体欢 说他不时尚其实也可以理解 赵丽颖符合中国传统审美的每一条 水汪汪大眼睛 圆眼 小肩膀 水蛇摇 可为什么时尚界和直男都不太喜欢他这款呢 直男的心思我不清楚 但时尚也很好猜 时尚不会喜欢偏甜的相貌 不要提维多利亚的秘密的模特 那不是剧台时尚 举个比较容易理解的例子 张思琳 符合大众审美的外形 大眼 原也 但他很清楚自己在剧台不会有发展 才去参选世界小姐 另一个和赵丽颖很像的就是ISA 无论同性多喜欢 异性和时尚圈 都不会把他们当作可幻想 可塑造的对象 这个时尚不包括小男生小女生的潮牌 成人的时尚圈是把他们排除在外的 时尚界也不会喜欢甜甜的气质 甜 蒙是这些小女生 是阿姨连瑞丽可爱先锋 我们常常讨论说 为什么离开了日剧打光 日本女星到了红台就会显得小家自弃 没气质呢 因为日本很多女星就是又甜又猛 无论一米五多的时尚里美 还是一米七多的心圆结衣 都是粉红色冒着甜蜜泡泡的卡哇伊女孩 走上红台就像偷穿妈妈高跟鞋的小孩 不合适 而那些淑女型演员 比如天汗又西 黑木桐这样的 或是完全符合时尚标准的水源西子 就不会有怯生生的感觉 往红脸遍地走的今天 赵丽颖一张肉毒毒的小圆脸 是什么也可于乐 圈的一股清流 没有肩下巴追着脸 没有课班背景 宁宝靠自己的努力打拼事业 将不到三十岁的人生活成为一部励志剧 而且人家拍戏也的确是很敬业了 几乎每部剧都是爆款 也非常谨心建立 春衣搭配这种东西 因人而异 有的人觉得舒适就好 不过本追求华丽时尚 他不混时尚圈 也是明哲宝身 毕竟以他现在的知名度 不缺好的电视剧本 用不着跟谁抢资源 但是他一旦进入时尚圈 一线杂志 一线品牌代言 就那么几个 这个竞争是非常激烈的 也是你自我活的 时尚界喜不喜欢赵丽颖 这并不重要 定规矩的那些人 并不能代表真理 真正的时尚 应该不是别的明星 都在搞机场街拍 被手风琴的 溜狗的 全家的 于是 你也忙不得的搞假街拍 真怕被这个时代落下 我相信 知名时尚规则的那些人 也不敢说时尚其实是做作 如果你说时尚是自然 庞然 不在意 他人的眼光 他们只会称赞你掌握了时尚的精髓 所以觉得赵丽颖和时尚绝缘的人 赵丽颖也不用理会他们的意见 这才是所谓真实上